好 先分享一下螺丝 螺丝有什么要分享 就是说说我买螺丝的经历 我想你们看youtube应该都有时间 都不会忘记就去看youtube 我就分享过程买螺丝 第一条买回来的螺丝就是这一条 这条螺丝是为什么不对 是牙区不对 我买回来后才发觉牙区不对 就用不了 这个就是我第二条买回的螺丝 这一条牙区长度尺寸都对的 它是一条M10的螺丝 但是来到之后就发觉 哇 是很厉害的 我自己本身就不太喜欢 最终就都用了些时间 在淘宝里面就找到一个铺铛 可以做到一个Titanium的订造螺丝 Titanium的材质上面就会比较轻 强度也高一点 所以我就找了这间铺铛去做出来 那好了 讲讲怎样为之一条正确的螺丝 在淘宝会找到这些卡 我这张一纸就是 我买螺丝的时候 店家送给我的 但是淘宝里面都会有一些硬胶卡材质的 大家可以找找 那怎样为之适合呢 首先 我把这张卡放进去 我量一下它是M多的螺丝 这一条是M10的螺丝 另外呢 有三样东西要对的 第一样东西 M10的螺丝 OK 那它是1.5牙的 1.5牙的 1.5牙的 牙它不同呢 那就是安装不了 你看到 现在正确的螺丝 那牙它明显是会 闊一点的 好了 那第三样东西 就是那个长度 长度要正确呢 就是85mm的 那其实原装本身 在车里面的一条螺丝 其实是80mm的 那为什么要换做85mm呢 未来就会讲 在安装的过程会和大家讲的 那大家在买螺丝的过程里面 就注意了 要适合尺寸 适合长度 以及适合麻距 就不像我那样 买了一条螺丝都花了几个小 那大家注意了好不好 好吗 上次换了螺丝就弄到損手难脚 今次我有准备 哈哈哈哈哈哈 首先我们要拆了Dcam 就是头柱扣 然后呢 记得要勾住后边的扣 这个动作很重要 因为就是要固定它 等我们一会儿扭那条六角时 然后就把前泥挡拆掉它 然后我们拿出一条8mm的六角时 要适合尺寸 要不是放不进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开初这个位置扭是要用点力的 因为它出厂的时候 都上得几十下的 我们现在拿出来的这条螺丝就是长80mm 而换上去的那条是85mm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原生的那条短纤 其实是用不尽的空间 还可以入多5mm 入多5mm 就会比较安全 稳妥一点 现在看到这一个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换上去的 Norlog的减震小圈圈 大家可以看看 它原装的就是我们刚才那条影片介绍过的 就有一些普通的减震螺丝 防松螺丝 不够料理的 所以我们都要换个Norlog的小圈圈 稳妥起见 我们又不会经常扭这条螺丝出来 加上一些胶水 又有减震的作用 又有固定的作用 而放进去的方式 是要有少少技巧的 是什么技巧呢 是由于它长了5mm 所以我们要就 翻住那个位置 然后就借着那个车 退后那一下 用摩擦力 退回去 看不明就重播 或者拆了车再装上去 这条螺丝 跟我们的生命安危 是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建议大家 用尽力的方法 去扭回去 小魔女Delilami 就刚刚还一把扫把 我又是时候 用这把扫把 用杠杆原理 就将它扭到这么实 就扭到这么实 用尽你喝奶的力 去扭回它 如果不是 很容易扭东西 然后就上回前泥档 好 那就搞定了 咯